我爸和他老婆求我捐个甚就他们的儿子,看着他们哀求的眼神,我没有一丝怜悯。 二十五年前,我爸狠心抛下我妈还有我和妹妹,如今却还有脸来求我。 别说我不想帮忙,就是想帮忙,法律上也不一定认可呀,只能说这都是报应。 一大早,我刚到公司,助理小荣就急急忙忙地跑来。 陆总,有一对中年夫妻说有重要的事要见你,已经在会议室等你很久了。 我猝眉思考,中年夫妻? 嗯嗯,而且那个男的说,小荣有些为难地看着我,欲言又止。 说什么? 他说是你的亲生父亲。 文言,我的表情有那么一瞬间僵硬。 亲生父亲,就是二十五年前抛下我们的那个父亲汉。 可是这么多年不见,突然找我干嘛。 能找到我的公司,看来也是对我做了一番调查。 难不成是知道我现在小有成就,所以就想要来认亲,要点钱。 我刚打算让小荣赶他们走,仔细一想,好像也不对。 如果只是认亲或者找我要钱,应该也是我爸一个人来,绝对不可能带上他老婆。 我爸知道我最痛恨他老婆了。 正当我犹豫的时候,公司其中一个股东也来了,还说那对夫妻一直哭哭啼啼地到处问我来了没有。 为了不影哭别人,我只好让小荣把他们请到了办公室。 刚一见面,我爸和他老婆看着我眼睛都直了。 曾经在他们眼里是个赔钱货的我,如今可是本市最大服装连锁公司的小老板。 气质和外形更是成功女性的典范。 反观他们,满头白发,身形还有些勾搂,完全没了当年的趾高气昂。 看来这些年,生活也是不太容易。 女儿,你,你现在是老板了。 我爸惊叹着我如今的变化,无处安放的手不断地在泛白的牛仔裤上妈萨。 我轻飘地瞥了他一眼,就拿起了桌面上的业务报表,冷冷地说道, 这位大叔,请注意你的用词,我不是你女儿。 还有,有什么事你直接说,我很忙。 哦,哦,那个,是,这样。 我爸焦虑又紧张地结结巴巴说不出一句完整的话。 站在一旁的女人皱着眉头踢了他一脚,谄媚地开口了。 朝地啊,这个,我重重地摔下手中的报告,这一下不仅把他们都吓到,就连小荣也吓了一跳。 我示意小荣先出去,接着冷冽地扫了他们一眼。 沉生说道,我叫陆向阳,你们可以叫我陆总。 我爸和女人对视了一眼,脸上露出了不可思议的表情。 这也很正常,我不仅换了名字,姓也换了,这个姓既不是我爸的姓,也不是我妈的姓。 为什么呢? 后面再一起解释。 犹豫了片刻,我爸叹了口气,愁眉苦脸地说道, 女儿,不是,陆总,求求你,你和我去医院配个行,现在可能只有你能救我儿子了。 原来,他们唯一的儿子得了很严重的肾病,需要换身。 女人更是一把鼻涕,一把泪地求我不要计较过去,只要我肯救她儿子,要她做什么都可以。 我看着那张熟悉又厌恶的脸,内心却有一丝前所未有的痛快,这不就是老天爷给他们的报应吗? 说起这个女人,和我还是有一些渊源,严格意义上她算是我的小姨。 为什么只是严格意义上来说呢? 因为我妈和她不是亲姐妹,我们没有血缘关系。 外婆和外公一共养了三个孩子,我妈排行老大,不过是他们领养来的。 据说当年,外公外婆结婚很多年,一直没有怀孕。 迷信的太外婆就请了一个大师来算命,大师说家里人气不够,必须先领养一个孩子。 所以不久之后,外公外婆就从隔壁村领养了当时只有两岁的我妈。 之所以选我妈,主要有两个原因。 一个是大师说领养男孩女孩都可以,另一个是在重男轻女的年代,多数都是女孩没人要。 而且养起来省钱,最关键成年之后还能赚一笔彩礼钱。 说来也巧,我妈被抱养回来的第二年外婆就怀孕了。 接着三年内生了两个孩子,一个就是我小舅,一个就是我小姨。 有了一男一女,我妈这个颂子神童的任务也就完成了。 所以从那之后,外公外婆就越来越不待见她,更是什么事都要她来干。 五岁就要学着洗碗、洗尿布,七岁就要学着做饭,十岁就要下地帮忙干农活。 那个时候外婆一家条件不好,要不是村长多次要求,外婆本来还不打算让我妈去读书。 勉勉强强读到中学毕业,我妈就彻底在家里帮忙,顺带照顾我的小舅和小姨。 我妈成年的时候,外婆就立马就开始给她找婆家。 我妈是村里的村花,多的是人来提亲,更有五十多岁的单身汉老头。 不过,外婆也是惊得很,她内心早就有了准女婿的人选,也就是我爸。 因为我爷爷当时是村里的大户人家,家里田多,房子多,能给的彩礼也比别人多很多。 所以,媒婆上门说了两次,这门婚事就定下来了。 我妈原本不想同意,她想出去外面的世界看一看,可是外婆彩礼都收了,哪会允许她有这种想法。 最后,我妈在十九岁那年就嫁给了大她三岁的我爸。 由于那会我妈没到法定年龄,所以只是办了酒席,没领证,不过按照我爷爷那德性,没生男孩之前也是不可能领证的。 只能说我妈运气不好,第二年生下了我,第四年生下了我妹妹。 这下爷爷奶奶彻底不高兴了,和我外婆说我妈不会生儿子。 所以,我妈等于只过了四年少奶奶的日子,随着妹妹出生后,就被打入了冷宫。 不得不说外婆是人精中的人精,既不敢得罪我爷爷,又不想失去这个有钱的亲家,所以她出了一个馊主意。 当时,她和我爷爷说,她的小女儿马上成年了,让我爸娶小女儿,不要管我妈,等到生了儿子再半久,不采礼。 外婆这么做有两个原因,一个是我小舅当时已经跟着我爸在县里做生意,这些都是我爷爷安排的,他害怕爷爷会因为我妈的原因,断了小舅做生意的财路。 另一个,外婆知道爷爷家有钱,觉得肥水不流外人田,所以还不如把小女儿嫁过去享福。 我妈知道后,和我外婆大吵了一架,而且说自己已经生了两个女儿,如果夫家不养,这也让她和孩子们以后怎么办? 只能说,我妈太天真了,毕竟不是外婆亲生的,人要是自私起来,也是一点感情都不念的。 我小姨那会还没成年,但是却遗传了外婆的精明。 她当时就和外婆说,妈,咱们这样名不正言不顺,你干脆把大姐的领养关系解除了,这样对大家都宫廷。 外婆一听觉得有道理,就直接带着我妈去把领养关系解除了。 还假惺惺地表示,这样以后我妈也不用负赡养她们的责任了。 言下之意就是当作我妈主动退出这场婚姻,所有恩怨一笔勾销。 我妈眼见自己没有能力挽回,所以也只好答应。 离开我爸的时候,爷爷看在曾经一家人的份上给了我妈五千元,不得不说在九十年代,这笔钱还不算少。 在那之后,我妈就带着我和妹妹去了城市里打工。 好在曾经一个远房亲戚的帮助,介绍我妈到了一家不大不小的饭店工作。 饭店的老板是一对中年夫妻,人很好,他们把仓库收拾出了一个小房间,给我们母女三人落脚。 我妈自然很感激,所以工作非常认真卖力。 后来,饭店老板还帮我们落了户口,这样我和妹妹才可以上学。 而老板儿子和女儿留下的衣服和文具也都会拿给我们。 记得每年暑假,我和妹妹都会在店里帮忙倒水和洗碗,做些力所能及的事。 因为我妈的卖力,饭店生意也是越来越好。 后来,老板开了一家分店,让我妈做了店长还占了百分之二十的股份。 也就是从那时候起,我们的生活越来越好,我妈手投的钱也越来越多。 我考上大学那一年,我妈也终于攒够了钱,买了人生第一套房子。 后来我妹妹出国留学,现在也在国外定居了。 三年前,饭店老板退休,把两家店都承包给了我妈。 所以,她现在每天都忙得不亦乐乎,不过钱也是越赚越多。 对了,前面说要解释我为什么改姓陆,因为饭店老板姓陆。 她把我和妹妹当作亲生女儿一样对待,所以我们后来也一直叫她干爹。 还有,她的儿子陆向东,也就是我的干哥哥,现在是我这家服装公司的大老板。 可以说,如果没有当初干爹的收留,也不会有现在的我。 所以,再看看眼前的亲爸和他老婆,我的骨子里油然而生,一股厌恶。 人和人的差距实在太大了。 作为亲生父亲,不仅抛弃妻女,之后更是没有给过一毛钱的抚养费。 现在却敢大言不惭地找我帮忙,而且开口就是要我捐肾。 这是当我傻子,还是他高估了我们之间的关系。 不好意思,你们儿子的事,我只能说抱歉。 我冷笑了一声,伸手示意他们离开。 这时,那个女人颤颤巍巍地从包里掏出一个大袋子,毕恭毕敬地放在我面前,然后直接跪了下来。 陆总,我知道你现在不缺钱,这里是八万元,算是我对你们曾经的一点愧疚。 女人浑浊的双眼已经有些红肿,她双手合十地对着我说道,求求你。 陆总,就请你念在曾经亲情的份上,救救我儿子。 文言,我爸也跪了下来,一脸后悔又期盼地看着我。 看着他们老泪纵横的样子,说实话,有些动容。 不过可惜,他们并非认错,只不过因为有求于我罢了。 我叹了口气,把钱塞回女人的手里,冷冷地说道,不好意思,你们还是请回吧。 其实即使我想要帮助,也不一定可以。 按照我们国家的法律,捐肾只能是配偶,直系血亲,三代以内旁系血亲,或者因帮扶等形成亲情关系,比如养父母等。 很明显,当初是这个女人逼着我妈和外婆解除了领养关系,所以法律上,我和他们的儿子没有任何亲缘关系。 听完我的解释,他们就像泄了气的皮球,魂不守舍地离开了。 后来我听说,他们又想去找我小舅帮忙,不过,毫无疑问地被拒绝了。 对于都是如此自私一家,想法还不是都一样自私。 既然我爸和他老婆配型不成功,估计也只能漫长地等待医院安排了。 这除了说是因果报应,还能说什么呢? 结婚当天,男朋友让我给他嫂子跪下敬茶,我不同意,却挨了一巴掌。 他说不尽他嫂子就是看不起他。 我直接还了他两巴掌用行动证明我是真的看不起他。 被高刚抱下婚车的时候,我以为我的前方是幸福的港湾。 却没想到会被高刚的嫂子关在门外整整半个小时。 来到高刚家门口,还没进门,就被高刚放到了地上。 我还没反应过来怎么回事,高刚就被他嫂子拉进屋把门关上了。 按照习俗,新娘子进门要叫门才行。 现在开始吧! 门内传来他嫂子秦荣妩媚的声音。 我愣了一下,不明白怎么回事,还是负责摄影的大哥见多识广说,就是让你拍门喊吗?喊得越大声越好。 我没办法只能一边喊,妈,开门吧!一边敲门。 可是怎么叫里面都就是不开门?敲了快二十分钟了。 我嫂子都喊哑了,身后伴娘们都是我闺蜜,见状都有歇气不过,帮忙一起喊。 就连摄影大哥也说,不应该啊,一般喊个几声也就开门了,怎么你老公家这么大谱? 我看出摄影大哥眼里的同情,心里更烦躁了。 干脆不再喊,这一停下,竟然听到屋里有东西倒地的声音。 我有些担心屋子里的情况,便继续拍门。 这一次拍了快十分钟,里面终于开门了。开门的人是高刚的妈妈。 她笑意淫淫地把我迎了进去,好像刚刚的故意刁难没有发生一样。 我虽然心里不舒服,但到底是结婚、大喜的日子。 所以我压下了心中的怒火,任由她妈妈把我拉进客厅。 客厅里,高刚坐在沙发上,她旁边坐着刚刚把我关在门外的秦荣。 见到我进来,两人表情都不太好看。 特别是高刚完全没有前几天着急要把我取进门的兴奋。 还坐着干嘛?还不快跟你媳妇一起敬茶? 高刚妈妈称怪地轻声呵斥了高刚一声,她才慢悠悠地起身来到我身边,带着我一起敬茶。 其实,这时候我已经发现事情不对了,闺蜜扯了扯我的衣袖,问我怎么回事。 我摇摇头,想着不管怎么样,先把仪式走完,剩下的事情后面再说。 我接过旁边婚庆公司的人端来的茶杯递到公共面前喊了一声,"爸,请喝茶!"公共一边应声,一边喜气洋洋地把改口红包递给我。 我又把另一杯茶端到婆婆面前喊道,"妈,请喝茶!"高刚妈妈很开心,接过茶杯,塞了一个大红包到我手里。 看得出来,她爸妈对我没意见,那今天这一出又到底是怎么回事。 接过她爸妈的红包,我本以为仪式就结束了。 谁知道高刚突然又递了一杯茶到我手中,还有嫂子没敬茶呢? 这父母都在,要给嫂子敬茶。 我没听说过。 就是在古代也没有大婚当日敬嫂子的说法。 所以我没有接那杯茶。 而是看向了秦荣,这女人今天穿了一身大红旗袍,不知道的还以为她是新娘呢? 我没有接茶杯,高刚却直接塞进了我的手中,并把我拉到了秦荣面前。 此时这女人朝着我挑衅一笑,那模样不像嫂子倒向式等着小妾敬茶的大方。 我皱眉不打算敬这杯茶,谁知还没开口,却听到秦荣道,既然是敬茶,肯定要跪着才行。 跪着?谁给她这么大脸? 刚刚给公公婆婆敬茶,都没要求跪下,她竟然敢要求跪下。 我气得想泼她一身茶,却还是忍着脾气问旁边的高刚,不用了吧?谁知道高刚却说:"嫂子叫你跪你就跪吧,进了我家门,就得听她的。 我冷笑一声,把茶杯放到一边,我要说我不敬呢。那这个婚你就别想结了。 她吃笑一声,似乎是认定我拉不下脸来取消婚礼。 我定定地看着眼前的男人,当初介绍人说他长得好能力强,是个有责任感的好男人。 我信了,现在看来,我信早了。 就是,你要想结婚,就赶紧过来跪下给我敬茶。 一旁的秦荣得意地朝我笑道,脸上挑衅的表情一点没遮掩。 闺蜜早就看不下去了怒吃道:"我还从来没听说过新婚当天贵嫂子的,你们高家是有皇位要继承啊。这么大规矩。 规矩大不大的无所谓,反正今天她赵月想进门,就得跪下给我敬秦荣还没说完。 我一杯茶水已经泼她脸上了。敬你。 被泼了一脸温茶的秦荣瞬间尖叫起来,第一反应就是往高刚怀里扑。 而高刚也第一时间把那女人搂进怀里,并直接一巴掌抽我脸上,还敢泼嫂子,给你脸了。 被抽了一巴掌,我脑袋嗡嗡直响,耳边传来闺蜜关心的询问和对高刚的怒骂。 她妈妈也紧张地上前扶我,却被我躲开了。 我晃了晃脑袋,让自己的目光清明了一些才看向对面的高刚。 她正揽着自己的嫂子低声安慰。 高刚,你什么意思? 没什么意思?我是不是告诉过你要敬重嫂子?你敢泼她,就是看不起她。 我不会娶一个看不起我嫂子的人,想要结婚就给我跪下好好跟嫂子道歉敬茶。 高刚不耐烦地看我一眼,完全没了前三个月的温柔体贴。 嫌我看不起是吧? 我冷喝一声,上前一把扯开秦荣,又扯着高刚的衣领,啪啪就是两巴掌抽到她脸上。 我是下了死劲抽的,瞬间这狗,男人的脸就被我抽中了。 你个贱人,你敢打我?你还想不想结婚了?高刚想要还手,却被我几个伴娘闺蜜按住了。 我们几个都是学过散打的,根本不触她。 反倒是高刚被按住动弹不得。我掏出手机给我弟打电话。按照习俗,我弟跟我爸妈是直接去酒店的。所以,刚刚发生的一切,他们并不知道。 姐,别怕,我来接你回家。接通电话的时候,我弟似乎已经知道发生了什么,好像已经在赶过来的车上了。 刚刚被关在门外,又被叫下跪羞辱,我没有想哭。但是在听到我弟说接我回家的时候,我却差点没忍住哭出来。 月月,你这是做什么呢?高刚她做错了。你要打要罚都可以,怎么能回家呢?今天可是你们大喜的日子啊。 高刚妈妈有些着急地上前抓着我的手。她听到了电话里的声音,明显着急了。可是刚刚任由她儿子跟大儿媳妇欺负我的也是她不是吗? 这一家子简直不正常。高刚护嫂子护成这样,也不知道这是嫂子还是媳妇。 我不着痕迹地把手抽了出来。阿姨,算了吧,你们家我是不敢嫁了。婚礼取消吧。 这怎么能取消婚礼呢?高妈妈急得直跳脚,扯着高刚就要她给我道歉。而高刚耿着脖子不肯低头。高霸霸气地捂着胸口直骂。 逆子,逆子啊。秦荣看到高刚吃亏力马窜了出来,对着高妈妈道。 妈,这婚不结就不结了。今天不结婚丢脸的也是她赵家。现在就让她回去,看看是谁没脸。高妈妈听到这话,气得浑身发抖,直接给了秦荣一巴掌。够了。你搅的我们家还不够吗?你还要怎么样?高刚妈妈几乎是哭着吼出来的。吼完好像又意识到自己的失态。 咬牙对身边的亲戚道,把秦荣带走,别在这里捣乱。被打了一巴掌,秦荣愤愤地瞪着高刚妈妈,疯了一样目吼一声,都是你们家欠我的。吼完转身就走,顺道拉走了高刚。 我弟来得很快,刚刚进门嘴里,就嚷嚷着,高刚那个王八蛋呢。给老子出来,敢打我姐,给他脸了。 少年气盛,带着自己的一帮兄弟,直接霸占了整个客厅。吓得高刚的父母瑟瑟发抖。 赵月,这是做什么?你劝劝你弟,一家人何必闹成这样? 高刚妈妈一边往后躲,一边推我去劝我弟。我弟冷哼一声,一家人,你们也配?你们一家人不倾不储不要脸就算了,还有脸打我姐,今天我话撂这儿,不把高刚那王八蛋叫出来给我姐道歉,我今天就不走了。 他大马金刀地往沙发上一坐,加上身后的一排兄弟,气势上就起来了。 他们一个个人高马大的,还都是年轻人,直接把对面的高刚家那些打算上前的亲朋好友吓得不敢说话。 我回头看了一眼闺蜜珠珠,你跟我弟说的,总不能让你白受欺负。 朱珠珠点点头,她是我闺蜜,也是我弟女朋友,两人感情很好,跟我的关系更好。 我弟来势汹汹,高刚家里人没办法只能把高刚从房间里拉了出来。 他看到我弟就皱眉,还没正式过门,你就让你弟在我们家要五扬威,你这样的女人果然不能要。 那我还真是谢谢你有自知之名。 我吭吃一声直接坐到了我弟旁边。 说实话,今儿他就该庆幸我弟来了,不然按我这暴脾气我不把他脸挠毁容。 别看我弟在外面英勇,在家那也是我的手下败将。 高刚,你今天打我姐了? 我弟指着他的鼻子质问。 高刚吓得咽了咽口水往后退了一步,是你姐先对我嫂子动手的。 那是谁让我姐下跪的? 我弟一出声,高刚瞬间气势都弱了。 他咬着嘴唇恶狠狠地瞪着我,那你姐也打回来了呀。 说着他指了指自己肿起的脸颊,难道你不该打? 我揉了揉手腕,递到我弟面前,我手都打疼了。 我弟嘴角一抽,像是强忍住了,笑意瞪了高刚一眼。 高刚,你是不是以为我赵家没人了? 不是不是,赵瑞,你别误会,今天就是个意外, 月月嫁到我们家,我们会好好待她的。 高刚妈妈连忙上前劝我弟道。 我弟一挥手,根本不给他上前的机会, 嫁什么嫁,你们这样的家庭,我姐不嫁。 酒店我们家的亲戚,我们自己会招待, 你们家的亲戚,你们自己带走。 这好好的婚,怎么能不结了呢? 高妈妈着急地上前来拉我,却被猪猪他们拦住了。 听说不结婚了,秦荣从屋子里出来, 所有人都或愤怒或尴尬的时候, 她笑容灿烂地站到高刚旁边, 赵月,今天走出这个门, 你可就是二婚了, 看看到时候还有谁敢娶你。 我回头也朝她笑道, 有没有人敢娶我不劳你费心, 只是今天过后, 我看谁还敢嫁进高家。 秦荣脸色一寒, 看样子是想上来跟我撕扯, 但是被我弟给吓回去了。 出了高家, 我弟直接带我去了附近的服装店, 随便买了一套衣服, 躲在车里换了衣服才去酒店。 酒店里, 我爸妈早就听说了高家的事情, 虽然气愤, 但他们还是先得体地跟前来祝贺的人道了歉, 我们这边的亲戚把礼金退了回去, 请他们吃了顿饭。 高家的亲戚, 我们退了礼金根本没管。 爸妈看到我回来, 心疼得不行。 我妈抱着我直哭, 怪我, 怪我当初以为那高刚是个好的, 想不到, 竟然是这么个混蛋。 我爸也心疼地拍着我的肩膀, 说他当初就不该催我结婚。 爸, 妈, 姐姐回来就好了, 今天他本来就累了, 让他先去休息吧。 赵锐知道我难受, 护着我上了酒店二楼给我开了肩房休息, 也省得回家倒腾了。 进房间前, 赵锐上前抱住我拍了拍我的肩膀, 姐, 你放心, 剩下的事情就交给我吧。 以后就放心待在家里, 你跟猪猪, 我都养得起。 我又感动又好笑地拍了拍他的脑袋, 这才进房间躺下。 感觉这三个月, 真的跟做梦一样。 当初和高刚在一起, 确实是看他各方面都不错, 而且这三个月他对我也挺好的, 很尊重我, 也没有对我有过越界的举动。 只是没想到, 这才结婚第一天, 他竟然会这样, 是要给我一个下马威吗? 我有些不解, 干脆就不想了。 直接爬到床上睡了个昏天黑地。 等再次醒来的时候, 楼下的宴席早就散去, 天色也已经晚了, 赵瑞给我开的套房。 我走出房间的时候, 他正跟猪猪脸色铁青地坐在沙发上拿着手机发带。 猪猪的手机里传来凶狠的吵架声。 我皱着眉头, 你在看哪个泼妇骂街? 猪猪回头看我醒来, 有些心疼地看着我, 随后又一言难尽地看了一眼手机, 打算暗灭手机的时候, 我却看清了视频里的泼妇是我。 我两步上前, 抢过手机, 看清了里面的内容。 不知道是谁录下了今天的视频, 视频里, 我是一个不尊长辈不敬嫂嫂的恶媳妇。 泼嫂嫂浓茶, 打老公耳光, 还让弟弟去婆家闹最后被婆家赶出了家门。 评论里全是骂我的, 说我贪得无厌。 我疑惑地看向猪猪, 我贪得无厌。 他们说, 你之所以这样是因为结婚的时候临时加价, 到了婆家还要高额地改口费才肯敬茶, 高刚家给不起高额改口费, 你就撒泼打人。 猪猪咬着牙气愤地瞪着我手里的手机, 那模样活像是要生吞手机。 我点头轻笑一声, 还挺会写故事。 还笑, 现在可是全网都在骂你。 猪猪气得不行, 我看她的消息里全是跟网友的对骂。 看来我在睡觉的时候, 这丫头受了不少委屈。 姐, 你放心, 我现在就去找高刚, 这事儿肯定是他们干的。 说着我弟起身就要走, 却被我拦下了。 行了, 你别去了, 就你这抱脾气, 去了也是给人家提供素材。 那也不能不管吧, 现在网上都把你骂成什么样了。 我弟气得不行, 也就是在这个时候, 我弟的电话响起。 什么? 凭什么? 网上的都是假的, 那是他们诬陷。 行吧。 我弟每说一句话, 脸色就黑一分。 怎么回事? 我皱眉看向赵锐。 他脸色铁青咬牙道, 公司说, 舆论影响太大。 我恶毒小舅子的名号, 影响公司发展, 让我主动辞职, 或者公司开除我。 我一口气差点没上来, 气得想提刀去问问他领导, 是不是脑子有坑。 事实证明, 我们是一家人, 做事都冲动, 不然也不会今天在高刚家里留下把柄。 对不起, 是我害了你。 我拍了拍赵锐的肩膀, 有些心疼, 也有些委屈。 姐, 说什么呢? 这事儿本就不怪你, 再说了辞职了也好, 我早就不想干了, 早就想自己出来创业了, 之前是没好意思辞职, 现在也正好了。 赵锐还在一直安慰我, 手机里爸妈的消息一直发过来, 他们安慰我别想太多, 说他们一切都好别担心。 可越是这么说, 我就越确定他们一定受到了不少谩骂。 结个婚结成这样, 我也是头一个了。 我坐在沙发上赵锐的另一边, 心里难受, 但还是挑着微信里 一些真心慰问的消息回复, 并找到了今天摄影师的微信。 大哥, 麻烦把今天的视频 发我一份可以吗? 那边大哥回得很快, 姑娘, 就等你问我要了, 南方那家人真不是东西, 还在网上诋毁你。 我想为你说话的, 但是我怕影响店里, 实在不好意思啊。 大哥一边跟我道歉, 一边把今天的视频 放网盘发给了我。 伍子